分割南千岛群岛,苏日差一点谈判成功,对于孤选远东海外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斯大林曾表示,他们是无数苏联军人用鲜血换来的战利品,谁也无选把他们夺走但话说回来,苏联乃至俄罗斯曾不止一次打算放弃部分岛屿上世纪五十年代双方一度甚至达成了解决该问题的初步协议。 苏联对日态度几度转变在俄罗斯开查加半岛和日本北海道岛之间,有一串年远近1300公里的岛屿群,即千岛群岛历史上,日俄围绕千岛群岛展开过激烈争夺,1855年,日俄签署和清通好条约,约定整个千岛群岛,以北福岛为界以南归日本以北归俄罗斯,由此确认了日本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友关系。 1875年日本获得了整个千岛群岛的空,至全1945年2月,作为苏联将出兵打击日本的回报美英苏,在亚尔塔签订秘密密协定,指出千岛群岛需交与苏联。 同年8月苏联派兵占领,整个千岛群岛起先,苏联在对日领土问题上并不强硬刺大林,担心苏联在远东遭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包围。 所以,一方面坚称国后,宅珠二岛属于苏联,另一方面表示愿意归还小千岛群岛及富丹岛和池五岛,前提是日本先签署合约并承认其他岛羽的归属。 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东西方在远东的力量队,比发声根本改变苏联在对日领土问题上,转为走强硬路线。 1950年2月中苏签订同盟条约,宁文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国进攻时,另一方极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日本舆论迅速联想到北方领土。 问题当时一家报纸警告说,赤色中国与苏联结盟,将影响北方领土回归,这将是一场可能持续几代人的斗争。 果不其然由于日本首相吉田茂相继与美国签署一系列军事同盟条约,苏日关系越走越远,解决领土问题更是无从谈起。 有别于吉田茂的施美政策,1954年底上台的揪山一郎,秉承静美路信息,望使日本的独立性上升一步。 但遭到自民党内及田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断用领土问题和日本流苏战俘问题,对揪山施加压力。 而揪山年身已高,身体状况不加迫切希望在任期内解决一系列对苏问题,苏联则为求离间日美关系,这时也注冻对日上步。 谈判代表成了历史学者,1955年6月1日,日本和苏联终于在伦敦举行关系正常化。 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方代表松本俊一就强烈要求,苏联归还南萨哈领导和千岛群岛。 但苏方代表马力克称,我们没有和你们建交和来领土归还,双方在苏联先建交后谈领土的原则问题上争执不下。 6月7日松本俊一拿出一大落,历史档案称千岛群岛等从历史上看,是日本领土,所以应该就领土问题交换意见。 马力克也不示弱,拿出苏联社会科学院的大量考据,证明俄罗斯对那片岛羽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谈判断,断续续地持续到当年。 8月苏联态度突然转变8月9日,马力克暗示,可以就池武和瑟丹交换意见。 据赫鲁晓夫之子的回忆录,赫鲁晓夫谈赫鲁晓夫,记载苏联之所以改变主意。 是因为赫鲁晓夫认为,池武岛和瑟丹岛,离日本北海道较近将其据为极有必大余力。 而之所以不放弃宅珠岛和国后岛赫鲁晓夫,则另有考虑在经济上。 这些领土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它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损失,是预算的沉重负担。 但是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威信的考量,以及事情的战略方面,面对这一变故松本郡一匆忙省市内阁,但揪山一郎的回复是,除非整个北方四岛一并交还,否则不可接受。 要知道瑟丹和池武紧占南迁,岛群岛面积的6%苏联外长否认存在领土问题,1956年9月日本首相揪山一郎亲自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嘉宁提出了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五个条件,包括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等这意味着揪山内阁立场有所松动。 事实上,当时的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里只剩下苏联,为同日本地结合约。 无论莫斯科还是东京都希望改变这一不正常现象,10月12日揪山一郎亲自率团复苏,但他一到莫斯科就病倒了谈判,因此由农林大臣和也一郎负责谈判开始前,和也主动找上苏联外长谢皮洛夫,揪山首相不可能再来莫斯科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达成协议,日苏关系正常化,就要推迟好些年,显然和也希望用直率的表达来感化。 苏联谈判代表,16日和也见到赫鲁肖夫又一次提出领土问题,但后者表示,苏联最多只能交出池五和瑟丹,并且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实际向日本转交上述领土,应在签订和平条约之后二是,应在美国把他占领的冲绳岛和其他历来就是日本的领土交给日本之后,谈话。 最后赫鲁肖夫解释说,我们不想在这方面有不平等的状态,为什么美国控制着日本的领土并在那里建造反对我国的军事基地,但却要求我们把属于我们的领土交给日本呢? 经过妥协,双方最终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说,苏联同意把池五和瑟丹交给日本,但这些岛屿的实际交付将在缔结苏日合约之后,进行1956年声明,是一份过渡性文件。 当时大家都以为达成最终协议不会太久,哪知日美在1960年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鉴于该条约继续敌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新任苏联外长葛罗米科,紧急召见日本大使,强调由于日本放失了独立性,向日本交出池五和瑟丹,已不可能。 葛罗米科后来还坚定地表示,苏联领土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中苏联一世日本都没有回一寸领土。